到了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工作很不好找 也不愿意去就22k 但是呢却有很多的企业老板说 他们找不到人才年轻的这些朋友们 面试的时候实在态度要改一改 有的时候面试的时候直接放鸽子 抑或是要求薪水的时候狮子大开口 人力专家就说超过四成的主管 根本不满意这些求职者的态度 如果真的要打分数呢 他们是不及格的59分 继续就要带您来看看一个潮牌包品牌的老板 他的真实案例 五款鲜艳颜色搭配卯丁图案主打庞克风 这个潮牌包包过去以娇娇包宏极一时 不过却因为和法国精品主牌logo太相似 扯上清权官司 现在官司总算落幕 但出现另一个窘境 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月就是刚上市的 然后它有五个颜色 店里销售人员少得可怜 尽管新鲜人待遇两万二不算高 但是老板挺心潮 鼓励员工出国 只要想旅行一律准嫁 但就是找不到人 我遇到个面上他觉得我们 他好像觉得他是在 一来面试Google公司 所以会开出一个很像NASA薪水 我们会觉得说那我们可能真的 我们这个小庙没办法融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才 不止有人开出高薪下跑老板 还有这些令人傻眼的面试问答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年终奖金会是多少 工作多久之后会有休假 加班费要总算 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统计数据 有将近七成主管最反感面试者 抓头发翘脚或抠指甲 而有超过四成主管 不满意求职者的找工作态度 平均给求职者打的分数是59.95分 不及格 那可能就是延后他进入职场 甚至他对于找工作这些事情 比较没有这么的一个认真 他可以提问说 我非常了解公司未来 有朝大陆发展的一个规划 那我不晓得像这个相关的职缺呢 欢不欢迎 也许才刚进入公司 一两年的新人来加入 他其实不在于问问题 而是在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再度表达自己是非常有企图心 尽管不是所有年轻人面试 都会出现这些NG状况 不过主管们的新生 求职者不妨也听一听 三立喜欢林宋斌丁